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琪琪 我透过自身然后再结合观察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还在中国 然后但是翻墙到外网的就算了 但是一旦说这个物理翻墙出来之后呢 之前就算是不太关注政治的 或者说没有那么热衷的去关注的话 就会有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吧 就开始关注了 我感觉就是有一点这个报复性的那种感觉去关注 因为呢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呢 就是政治环境是极度压抑的 所以呢可能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之后呢 就会先为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 然后呢就开始了 就是很难去遏制就是之前的那个熊熊怒火 然后就是被中共压抑的那些情绪 那中共对他们造成的精神上的一个折磨 就可能急需一个出口 所以呢就是之前不能讨论不能关注的事情 他们可能就会去报复性的去关注和讨论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就是本身对台湾不太熟的 无感的中国人在出来之后 不管去到哪个国家啊 可能都会对台湾突然产生思乡之情 特别是那种跑路出来的 就是会有那种想要了解台湾的一个冲动 不知道在台湾的台湾朋友和还在中国的非粉红的正常中国人就能不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在外的中国人应该都会有一点共鸣 虽然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台湾的一个认知可能就是干巴巴的几个标签 保岛 民主国家 自由开放的社会 台积电特别牛 当然了这个民主国家那在中国的时候可能都是不太敢说出口的 但是呢每次看到有人说要武统台湾什么的 那正常的中国人心里面可能都会默默的跟上一句说 台湾好好的一个民主国家 两千多万人就凭什么回来要受你这个专制独裁的罪呢 而我来到了美国之后呢 我认识了不少的台湾人 那相对于我认识的中国人台湾人他反而会让人觉得更亲切 就是你在跟这个台湾人相处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更容易产生出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这种感情 而我遇到的就是中国的和台湾的都大部分是留学生嘛 那中国的留学生呢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有问题问他们的时候 那学姐们其实也是会帮我的 但是总觉得他们特别的冷漠又是戴着一层隔阂 而且相处起来就是莫名其妙会有一种被防备了的感觉 就很难去亲近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亲近 然后就是非常的戴着面具的社交 而其实整体来说留学生已经算是这个就是出来到美国的这个华人群体中比较好相处的了 那其他的中国人就实在是难以让人产生什么好印象 但是我认识的台湾的留学生也好或者是台湾人也好 就确实会更好交流 而且跟台湾人在就是说沟通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没那么紧绷也不会有被防备或者你需要去防备的一个感觉 这一点其实我在美国人身上也有一样的感受 会感觉比较的放松 或者说他们如果说意识到你处于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们会帮助你放松 就没有什么攻击性 那台湾人的这个友好形象呢自然就会下意识的影响 我或者说其他人对台湾的一个印象 毕竟台湾是台湾人组成的嘛 这呢是第一点就是台湾人越相处你会觉得越舒服 所以呢自然就会把这份感情附加在台湾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非常苦恼 为什么中国人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情 因为你做的那些留下给外国人啊 其他人的一个印象 它是会附加到国家或者说全国的人民身上的 比如说我刚看到的就是来到美国的中国华人买了房子之后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华人家庭和这个杨大人的这个 房子的区别 你们看到没 他们这个你看啊 人家杨大人的这种房子 他的这个门口窗户都不上这种不锈钢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一看就是华人的家庭 在美华人的家庭 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 他们就把这房子呢 就整得跟国内一样 都是不锈钢的 在美国区分华人和杨大人的房最好的方法 就是看他们这个房子的外面的装的东西 只要是这种 所有的装的不锈钢的 全是华人家 只要是这种什么都没装的 院子干净漂亮的 都是杨大人的家 你看这个 这一看就中国人了 院子你看 人家这个灯多漂亮 你再看看这个 这种的 看到了吗 这种不锈钢的 那准宝绝壁 是这个华人家 在纽约布鲁克林八大道的房子 80%都已经被我们中国人买下了 像这一种外壳还是欧美装修的房子 还有这一种门口摘着花花炒炒的房子 基本屋主都还是美国人 那我们中国人买的房子有什么特色呢 像这种不锈钢的门 还有这种不锈钢的护栏 百分之百都是我们中国人 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 邻里之间互不认识 却可以把每一栋房子的装修风格 弄得这么一字 这末期估计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吧 其实我真的就是一直不理解 就是中国人好像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 是不太追求的 就是房子一点都不好看 然后不温馨 就是活得特别的了无生趣 说好的中国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怎么就是买房子的华人 都会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像监狱一样呢 就是中国人每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他永远也不会想着去融入那个地方 他来了之后其实都还在深陷在就是他之前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和状态里面 如果说你不想改变自己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那里还要出来呢对不对 就是我想不通 因为我并不觉得说就是离开中国之后赚钱就会变得很容易 如果只是单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 其实有点大可不必 我觉得既然你出来了 你受不了那里离开了 那么你就一定要强迫自己或者说 推着自己去加入你加入的这个国家的氛围里面 然后去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 这样才是正确的 因为你到一个地方之后 如果说你是这种防备满满的这种抵抗融入的一个情绪 其实是会传递到一个美国社会里来的 我知道这边其实会有人欺负亚裔嘛 但是这种举动我认为只会弄巧成拙 就是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然后不跟白人或者说不跟这个国家的人进行一个接触 像是刚刚视频里面表示的那样就是说 那整个街都几乎被中国人把房子买下来对吧 其实就是说中国那些融入不到美国社会里 他还有意的在抱团就形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小中国的一个氛围 然后呢那白人其实会生活在里面是会比较难受的 而且白人非常喜欢互相邻里之间交朋友 然后呢甚至可以处得像家人一样 但是华人就会非常的排斥 那么白人他可能就不太能受得了这个 那他自动的就会慢慢去搬离那个街区 我觉得就是出来之后就不要再用中国的那种思维方式去 把自己武装起来了 或者是去用一些小聪明什么的去对抗 因为美国这边不是这样的 然后说白了是民主的文明国家都不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你一开始可能用中国式那些小聪明 能够把他们这些人耍得团团转 但是如果暴露的话你就会让别人对你这个整个群体的印象都会很差 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的公民 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一个公民 其实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第二点呢就是 但凡因为被中共压迫的受不了而被迫跑路的人 其实很难不恨那块还被中共统治着的地方 当然也不应该让那块地方背锅嘛 是中共毁了那个地方 但是因为他现在就统治着 所以就没有办法 而在这个完全融入外国的社会 然后身份认同还没有变成 彻底变成自己去到这个国家的公民之前 那么很难就把人原本就该有的这个思想之情给狠狠地剥夺掉 那这是人之常情 而在没有完全成为自己来到的移民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公民 就是身份认同没有做到之前 就肯定会有一点剥离的感觉 就虽然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但是还是会偶尔啊什么的 会有一点局外人的感觉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因为本来就恨中共烦中共 那被中共欺负了才跑出来的 那就没有办法去把这种柔软的美好的感情 去投入进去被中共统治的那个中国 那对这些人中国来说 台湾就自然会成为了一个家乡 成为了那个归属感所在之地 去问十个这样的中国人 我觉得九个可能都希望自己 真的是个台湾人 还是那个特别搞笑的说法 就是现在那么多的小粉红骂台湾骂得非常的起劲 对吧 但是你如果问他愿不愿意免费获得台湾的护照啊 估计立刻就点头哈腰 就赶紧答应了 因为那里有中国人熟悉的美食 有中国人熟悉的面孔 有中国人熟悉的一切 当然了主要还是就是 向往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所莫名以求 而不可得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 就算是不了解自由民主的中国人 他也是知道那样开放的社会是好的 除了小粉红啊 小粉红呢 你请务必跟中共生死与共 你真的不配享受民主自由 哪怕一点 那因为这些原因呢 就是一股脑的把无处挥洒的这个渴望家乡的感情呢 都放在了台湾的身上 所以自然就会对台湾充满热情 除了这点之外 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作为现在整个亚洲民主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的 如果说非要说中华民族的话 我认为台湾现在是真正的中华民族 自从中共统治中国之后呢 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被毁了 特别是什么破斯旧就文革那时候 我每次其实想到这儿的时候 我都特别的庆幸 中华民国当时离开的时候 带走了很多文物 包括字画之类的 还有典籍古籍 不然文革的时候估计都要被毁掉 我觉得台湾就很像 是一盏就是照亮中华民族 黑暗道路的那一盏小小的明灯 所以就真的没有办法不充满热情 因为是希望之火 这话说起来可能是有点矫情 但是是真的真心话 就是台湾的存在 其实就已经让所有的中国人 就是有希望 你至少有个念想 因为就是在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 中华民族也是可以建立民主国家的 并且呢 而且直接的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可以有多好 有很多人就非要争台湾 它不是一个国家 也就是联合国成立的时间有问题 不然中华民国就早就代表 中国那片土地成为其中的一员了 而不是现在让中共钻了空子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的对吧 但是它到1971年的时候其实是才被这个联合国承认 难道你能说它在被联合国承认之前的这段时间 它不是一个国家吗 虽然说中华民国成立的很早 但是中间有多坎坷 其实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嘛 抗日战争是出了大力气的 结果好处是都让土匪给抢了 现在还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说理 所以说呢 在联合国争取一个职位 台湾现在也还在为之努力 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而且呢 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进这个联合国 其实也是赶上了那个时代 要这么说 其实我还更想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因为中华民国并没有被灭国 甚至说那个传国的预习也都还在呢 对吧 而且呢 现在人家台湾还是民选总统 那合法性不比习近平大多了 当时呢 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正好遇到这个美苏冷战嘛 就是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候了 比较胶着 我个人觉得一方面中国确实哄骗了这个西方的文明国家 一方面美国它也 确实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完全的去导向苏联 而且在那个时候来看呢 就是国民党那个时候再打回大陆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种种巧合和条件之下吧 就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在这个联合国有席位的这个原因 那现在其实我感觉西方的文明国家已经吃到这个恶果了 就联合国其实已经被中共侵蚀了个头 它用一种非常小人的方式买了一堆的一个票 这个话说出来可能会有一点让人不太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台湾它确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宝岛 就这个名字就是不是用来宣传或者夸张 它实际上它确实是真正的正常中国人对台湾充满热情 是因为那里确实是华人的希望和明灯 这点真的无可厚非 而这个我今天呢想说的就是 中国人为什么会对台湾充满热情对吧 那这个小粉红他他姑且现在也算中国人的一部分吧 那小粉红他对台湾关注充满热情呢 是因为中共的洗脑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应该统一 你如果真的去问他们为什么要统一啊 小粉红可能会说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 那你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 台湾跟中共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本身就一直属于中华民国 那现在人家中华民国还活得好好的 台湾自然就不属于被中共统治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小粉红估计就答不出来了 那就开始耍赖了可能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台湾现在是整个华人世界的一个榜样 而我希望台湾能在华人世界遍地开花